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首先就是这个严正声明 片市还未曾心死 还有些事情在搞 记住这旁边二二 18222 好 握手说 试试 哇 全江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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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跌就跌成狗 为什么会跌成狗呢 很简单 升得多就跌成狗 是不是就这样 当然不是 升得多 如果个个人都是这个 不是这个 只是做妈子的 个个人都用自己实钱拿着的 就好像有时候有些徒者问 我的股票要拿十年 他几次回家 他要拿十年 还用妈子 当然不是 过家神要他的持股力 实力多强劲呢 你知道哪些炒的持股力 才能不能强劲 一不对板就退出去 就不要再说说0.3% 根本就是你借了50%的钱 一动的时钟你不走 是不是啊 那里足够你给你很多很多年 0.03%的费用 好 起床 咦 都说了 他一定会起你的风度 上风度的底下下来的了 那么日常去向着中族 那会不会是穿中族呢 村中俗都希望這樣 穿了之後再上去 真的有個情況又不是的 好像這裡這樣 穿了之後再上去 再穿 真的要碰底的 碰底 我就不知怎麽搞了 底這裡起262 是不是這麽低呢 我不知 不過這裏都是差不多的 大家留意留意 完全在乎於有幾個胸前行 斬了這些倉 就好像一個人吃了那種慘的東西 碰到乾乾淨淨黃 碰水都吐出來 你還有什麽可以跌 是不是 就這樣了 有人問 郵政銀行 是郵政銀行 好東西啊 今天也不是很跌的 不過呢 不是很跌的 不是代表那些章子不會跌的 慢慢應該是會受到壓力的了 所以 如果是有個朋友可以考慮現在 先出足夥線 看一看 等一等 看看這個情況 然後再進入去 為什麽呢 因為市場不知道要怎麽搞的嘛 有人問 九龍槍置業 又是好東西啊 好像升上去啊 又去通道頂的時候 先說一下 又是不是好東西啊 好了 在日線圖上 你看見到一聲 今天就跌了很多下來 是否會試過呢 通道中軸再跟著這裡呢 不知道啊 所以 如果要油 又貨 又是先滾了瑞仙 有人問瑞仙科技 瑞仙科技都是一個很慘的股票 為什麽是慘的股票呢 這個是月線圖來的 來到它升上去之後呢 哇 那就起這個打橫下了 它的走勢和信譽光學呢 一個用一隻耳朵 一個用一隻眼睛 就很不同 那當然啦 現代是世界裏面 真的用很多鏡頭的嘛 不是用很多隔場友誼 不是用很多鏡頭看著了 例如所有的電動車 最低限度 一架車用四個鏡頭 一個喇叭而已 五個鏡頭 一個喇叭 五個鏡頭是怎樣 車的前後左右 是不是啊 再跟著車頂一個 喇叭是怎樣 只有一個而已 所以到時候你賣的時候 都是要用得這麼多的 在這一點裏面 不過它也開始在低位度 是可以爬著爬著的 所以如果是可以的話 就可以看一下 四十八元左右 來到這個級 指示多少 一定是四十啦 因為這個以前的歷史低位 不是歷史低位 跌下來的那波的最低位 瑞星科技 這是兩個月的線套啦 好了 最後其次有人問 南方A50 南方A50呢 現在當然是不好啦 為什麼不好呢 因為A股的跌嘛 升了這麼多 人家由11元 現在升到20元 升了一倍的啦 所以在這一點裏面呢 你應該會回調下來啦 這個又是一樣的 輸了之後 下回來再試 再看到一個藍色 走啦 不要再等了 這個 這個是保利家通道告訴你 就是要知道的 你不夠力上 你不上 你要走啦 所以同樣在這裏 上上上上到來之後 不可以再在上面外圍發力啦 那進回來的通道 進回來的就走人了 同樣在這裏都是 外圍發力不了了 進回來 進回來 就走啦 是不是 多好啊 是不是啊 所以第一件事就是 千萬第一件事要看著 買的都知道 看著 看著這裏的通道 那總之一樣 抓頸就命之後它上了 是不是啊 這個抓頸就命 它又上回到這個中族 那就上了 抓頸就命之後 上回到中族 那就上了 那現在呢 下回來呢 一定會下回來的 第一位 看看它 會不會做抓頸就命呢 當然啦 你看這個情況之後 都要有個時間 才可以做抓頸就命的 那有人說 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這幾天都有資金流入去的 那之但是 我們看看阿里巴巴的走勢圖 在這個周線的時之中 是保利家通道實彈了上去 但不起 下回來 那這個呢 很留心啊 下回來之後呢 你撐不撐得住這個位 如果撐不住這個位 撐住了 那你就撐不住了 再要撐多些了 阿里巴巴叫阿里傻傻吧 現在這裡你看到日線圖上面 它已經撐了底 在這一點裡面 開始會撐下來 那會不會去到這個207或者什麼呢 不清楚 因為這個世界現場的情況之中 不過它應該好一點點的 因為它早死了 死的意思就是被人銷售了 早銷售了 那這個上海醫藥呢 有很多搞作的 不過財務上的搞作 所以因此 有好有不好的 上海醫藥呢 那這個上海醫藥呢 它已經試過幾個低位了 然後周銷售這個 跟著彈回來試 這次第一次試 這是保利家通道的上座 希望它試完這條 就好像這條這樣 咻一箱上了去 就是當年這個就是希望的 現在日線圖上面呢 也都如是開始上破了 這個在上族的上面那裡 希望它繼續起 下個禮拜呢 就會打外圍 那打外圍上去呢 起碼都連升幾天 就好像這些那樣連升幾天 就是這樣了 那 今天的示範 就是大家呢 都是適宜檢討一下 自己手上的貨 有哪些要走 一個情況之中 只是有一件事 就是一定會 不要認為聯邦儲備局 它會救你 今時 我們聽得到聯邦儲備局 說不要緊啊 息都相對很低 第二件事 不要緊啊 息 如果一升 就代表通脹啦 通脹就代表經濟好啦 這個世界就不想想 有一件事叫滯脹的 在這個情況之中 我覺得 美國聯邦儲備局 今時的那群年輕人 是未見過大蛇 而是不懂得死 怎麼不懂得死呢 我現在開始寫一篇文 大家禮拜一捧場一下 很多謝大家 這個是以前介紹過的股票 這些十天之前答過觀眾問題的股票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 可以在這裏翻查一下看看 道謝大家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